暗房 黑心餐館 無罩經營 不用桌子也就算了 連絲襪都不穿 我的尼康 餓了 喂 不要亂來 這裡直播 之後乾了個爽 掉粉驚魂 第四期 這次開的房式105號 死神之吻 被他親過之後會被某個傢伙詛咒 然後死不了嗎 嗯 夜色一人 哇 進口了 增了之後展示還不知道應該幹什麼 然後無意識的就想進人家家裡 開人家門 看人家家裡有沒有什麼有用的東西 要不怎麼說會教會小朋友 半分鐘不到我就已經上了人家陌生人的床了 哎呦 蘋果6S 我看到了 好多 好多 好多的剩6 現在目標更新了 目標已經很明確了 集齊蘋果 諾基亞 華為 小米 魅族 給我手上這支女神手機升級 成為機中之霸 這不是高檔娛樂會手的廣告 還記得這個房間嗎 這就是一切開始的地方 當初地靈章的時候 琳達就在這裡醒來 老是還說她衝起娃娃來著 啊 這是古董花瓶 這是剛出土的花瓶嗎 根據拍出來的影像應該是個小胖子 那個圓圓的應該就是她的肚子 抱歉說你花瓶了 奇怪 琳達序章做的那張搖椅不見 不會被這個小胖子做塌了吧 找她去 哇 不對 哇 三斤半夜的跑出一隻小蘿莉 你說嚇不嚇人 哇 衣服還是透明的 OK 放心 姐姐專業三陪 陪吃 陪喝 陪拉 捉迷嘗試沒有問題了 但是你能別隱身 別閃現 別遁地嗎 哎呦 這是哪位 弟子操一下 小朋友不陪你玩了 可惡的小廣告 把那聯繫地址都給占掉了 附近有東西 找 哎呦 小胖子腦袋找到了 趕緊拿下來 哇 哇 這樣子真呆萌 好了 收集到小胖的腦袋 和作業本之後 就可以給他送到學校去了 看到蘿莉了 火影聲會閃現 可惜了 躲貓貓是個需要走位的遊戲 你已經希望 也不知道為什麼 前面一堆鼻毛擋著 不讓過去了 可能換個地方找了 製造了我也記得 哇 這位房啊 一轉眼裡一條縫啊 這個房間裡面 好像說裡面內有小牆什麼的 那這次沒有了 進去 開房找蘿莉 聽這個聲音 好像 有人在洗澡 哎 哎呦 遠方你不看快播了 改完搖滾了 什麼 蘿莉今天不在廁所裡面 別高興的太早 我抓蘿莉可是有一套的 找到了 蛤 蘿莉被我幹掉了 沒有辦法呀 然後坐一張還有閃現 擅強隱身 現在還抓個裝死 玩什麼捉迷藏啊 你去玩打也算了 喂 蘿莉呢 直接用水 好 又獲得一根銀教授 這門被鎖住了 門後面本來是放僵尸王的地方 本來是琳莉的基友 會蹲到這給你鑰匙 來路上別洗了 有人來插水錶了 這小蘿莉套路夠深的 還說不可以為難我 原來是要折磨我 啊 啊 這樣嘲諷 以後小夥伴跟你玩捉迷藏的時候 都會帶快磚 啊等一下我已經找到了 賴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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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這樣靜靜的看著你裝逼 我胖子套你頭上看你怎麼辦 狗別鬆 你为什么要拿屁孔对着我 美女这么忙的萝莉 美好的回忆瞬间破灭 因为她任意操控游戏时间 技术性反规拿屁孔对着我 所以萝莉失去了能陪她玩捉蜜蜜的宝宝 被这么来一下 现在震都爆掉了 看东西又变绿色了 我不用担心 只要重新开个房间 又可以陪萝莉玩了 捉蜜蜜失败比捉蜜蜜成功有意思多了 下次再来个成功的 先把小胖的零件找好 好 这次找到她特别粗壮的着手 boomer 不要以为你拿把刀我就不认识你 小胖零件尝得真是丧心病狂 竟然是在几个地点里随机出现的 来到刚才原方海报的这边 就可以看到 怀特最初的那条腿 前方腿控福利 固件全部找齐 小胖也复活了 复活小胖之后就可以 再把它给宰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么规定的 你又可以看到这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香气 在诱导的我前进 味道就从这个房间飘出来的 小胖子 我来加入肯德基套餐 等住 给我来两份笋子油味机 谢谢 看到他们这里只有二二两考试 做饭的时候要穿丝袜呀 先来个被刺 行了 有一个小船 翻啦 本带有黑魂3刚通关 虾机包乱滚技术早就出神入化了 来门关掉 提大落门 犯规啊 不堪其辱 欢声笑语开启的外挂 打这个小胖子需要使用黑台的RUN战术 也就是俗称的装了B就跑 够稳的 还揍起猫布 让你出门不买鞋子 哦呦 屠夫开大啦 这个小胖子浑身散发着 习惯的浓烟 这种烟雾是死呆独有 只要坚持一个星期以上不洗澡之后 就可以产生 可驱散半几五米以内所有的女性 这招叫做 我就是我 不一样的烟火 好烟火没有了 趁机抓一把胸 赶紧走 挤得进来吗 哎呀大招乱放啊 小胖子进入不一样烟火模式 就会跑得非常快 但你跑得过我这个记者吗 哎呀 我还是要多学习 我就不信了 等下我躲到厕所里面 看你还能不能冲进来一起洗 好进门 哎呀这么大个门呢 那个小鬼玩玩捉迷藏就把门关上了 哎呦 不过我现在也不用慌 要逃出去也不是很难 甚至就像平常走路一样简单 看走出来了 这小胖子不放屁就没进是什么原理 小胖要买法 小胖要买次 小胖要欠我三千块自己没有还 离本离离本离 不换就颇为游戏 好 陪着小胖子跑了两圈 他累死了 呃玩好之后需要一块块分开 然后再放回去吗 放心不用干这种事 交给扫地哥就可以了 扫地哥出来扫地了 对小胖子没什么好感 他不知表面上是个禽兽 你说表面上禽兽什么意思 说清楚 好了105号房 还有个捉迷藏专业带练 小萝莉需要给他灭灯 只要找到这个地方他就不会跑了 不过不止玩一次 这个小萝莉 还非常阴险 专门躲这种角落 他就生前 捉迷藏太厉害了 给活生生地躲成了失踪人口 你喘个气这么大声 是不是气不顺呢 哇粽子 各种医生 看这个样子还是肉粽 接受田党的审判吧 等我把粽子吃完啦 差不多了 粘午快乐 金有太多 肥有太少 听这个声音好像真的把粽子拨开一样 好的小妹妹 我回来陪你玩捉迷床了 最近有人说梗力度不够 所以我把屋力提升到更加高的层次 捉迷床就为你服不服 可以捉住 迷藏送上床 你要喜欢我就没把门锁住啊 能送了我把锁吗 暂时出不去 要不来上个厕所 不要放 就是这个饼多白弄几下 他就开了 雷娜的手真是太灵活了 情不自禁 忍不住 再来一发 好了不玩了 那个罗莉说的礼物就是 果然胖刺这种愿望还是太勉强了 好 接下来个轻松一点的 103 想起会有很多人跟我发出同样的感叹 哇 这是我的情思号 103好防 复活 我还续命 还记得这里吗 在本篇里面会有很多妹子在这洗澡 就在前面那个位置 还会飘着一个超大的女神 总共有三个小洞 两个大洞 我说的是个地图 入口的大洞已经被封住了 其他几个洞里面都放着宝藏 到这里面拿到宝物再出来 看起来像个活的到底什么东西了 长了一张大顺脸 下面还有三大块胸肌 第一个洞拿到一根针 第二个洞还是个灯 旁边还有个出口 然后正前方那个大洞 本来这上面飘着个穿裙子的女神 如果站在这个位置往上看的话 什么都看不到 等一下 听到了吗 这听起来就像你老爸打的呼噜一样响的声音 沉默刺客又出现了 上次在琳达身上砍出碗大个疤 害他只能穿情侣装 我看见了 诶 真是日本的鬼啊 灰土盾的消失了 现在尴尬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 刚陪那个小鬼玩作命草 最后有点陪这个老鬼玩作命草啊 啊 抬手就是一记灵魂晚格 好消灭这个打到个两次 他就会飞回禁锅神社 打两次都没有爆出他的武器 那真是欧洲人的 首先的是最后一个洞 还有最后一个宝物 这一次不是菊花针了 而是那个可以让你不举的 洋娃娃的最后一张照片 之后到108号房去 就可以把他举起来 做个自信的人了 我先来这个很多坟墓的地方 这就是之前打僵属王的地点 看到这么多坟 是不是感觉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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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 蹦个敌 刚才感觉到地上有东西 诶 竟然真的是 坟都笨敌啊 这都开演唱会了 说那前面那喊的是有人在练美声还是原声 两岸原声提不住 之前僵尸王还就挂在这个树上 当初我就在这念了两句诗 两岸原声提不住 不如自挂东南枝 哇 这次僵尸王不见了 多了四个坟 坟上面还有东西 这座坟上是一个电击塔 之前程序员有提到过 他要复合他的偶像乐队 就是墓地这里的四座坟 等拳收集完之后 就能在打最终boss之前来这打四天王 这 怎么是个锅铲呢 打击乐 这四个坟墓 样式还都不一样 四个信仰不同 音乐风格不同 性取向不同的人 追击到一起组成了四天王乐队 这个头盔又怎么回事 和刚才那个锅铲配套是吧 一个愿打一个愿爱是吧 真的是打击乐 我现在看出来了 这乐队全靠吉他手撑着 一绳带三腿 一走一个坑 最后一定要正常 一定要正常 为什么是转盘啊 我知道那个死在 为什么要复合这个乐队了 这么奇葩的配置 我也想听一下 好 这地方就放到最后一期 这些还是重点 108号房 永远不拒的娃娃 现在可以拒起来了 有了 这个时候就要回头 然后轻轻的 举起来 好 终于得到孤独洪杨娃娃 只要把他还给他原来的主人就结束了 但是没说什么时候还 你可以一直拿着 还记得吗 上次来到108 还有个啊的女鬼没有打掉 上一期打败了他的妹妹 这次他把姐姐干掉 然后就可以用他们的魂 换一个杯子 别怕 还是那句话 笑死胆大的 吓死胆小的 啊啊啊啊啊 最多只能做到这样 这张链我已经看了十几遍了 现在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就已经从一个女鬼变成了会交喘的托把 看 不得听 这交喘还真不错 我不出去他也不进来 能拼命搏一下了 好没事 冲出来了 你会流血吗 有个Q 切换相机 就可以远程攻击 好 小蛮要露出来了 灭 嗯 你说你要攻击三次才行吗 哎呦完了 又散尖掉 谁知道他在哪里 到底在 师妹哦 你拿衣服 啊 我摔倒了 我要吸一口才能起来 天天这么寒 长得不疼吗 要是什么牌子的猴片 推荐一个呗 变大变 鲜色连 再拍臀 后吸胸 插腰剂 最后千年杀 也不知道谁规定呢 重要的部位一定要打三变 还是一样的套套 套路 在后面啊 我已经吸不动了 不过他的位置应该已经暴露了吧 哎人呐 不对 鬼呐 烧把头呐 之前的黑胎的run 装完币就跑战术 确实他在用了 包子头 你就那嗓门厉害 要不是把嗓门换成萌妹的 你已经失了 最后一炮 哼 以为我会被你骗两次嘛 超度 嗯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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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08号 所有鬼魂全部驱散 甚至还抓了一个来当后宫 好 现在可以去交娃娃去了 好 病 小鬼 我在外面打生打死 帮你把娃娃拿回来了 你倒是舒服 最爱就躺着等 你要不说谢谢 我射死你 唉 小朋友 你死得早不是没有原因的 好了 这是中共狩猎到了四只鬼 不过没有那个扫法头的份 所以在原作出现过 所以在这里算龙套 小怪比boss厉害这种事真是见多了 小怪比boss厉害这种事真是见多了 你怎么知道 你们知道吗 扫地哥其实就是穿你装前的琳达 自己观察就会发现 其实他们的服装品味差不多 扫地哥说 那个孩子被找到真的太好了 竖着进去躲猫猫 倒变成鬼了才出来 嗯 好像也没什么不对 8个房间 现在只剩下两个了 还有106号是最难的 放到下一期 最后来看一下这四个鬼 都有什么来历 第一个是沉默刺客 这不恒魂吗 恒魂入侵啊 第一个是面具和剑 也许这只鬼是某种变形怪 或者 或者它是面具 在不同时代遭到不同的受害者 天知道身上是什么 作者编了这破话事 你作者不知道 或者是他们那边一个传说 下一个 原来这个娃娃的名字叫做护叔宝 这羊娃娃还经常会坐在主人的墓旁 嗯 好感人 然后一句话回掉小清新 把羊娃娃换成冲气娃娃再试着读读看 那就是个死宅的悲惨故事了 还有个小胖和小孩 我先来这个捉迷床 这小孩子叫金星 你姐姐是不是叫布布啊 啊 这个简单不用加速了 从前有个小女孩喜欢玩捉迷藏 然后她把自己玩死了 好了 来看一下最后的 这个小胖的名字叫做猛兽 猛兽曾经是个人类 它只有一个欲望 就是吃人 尤其是年轻处女 这处的处的还能有区别 只难爱 它尤其喜欢先把臭害者弄崩会再吃 你怎么不先战将呢 强迫她的受害者 看着她生死其他受害者 哼 迪佩和尼巴 但是人有失足 猪有尸体 让一个受害者跑了 她被证明抓住 被迫食自己的血肉 吃得津津有味 后来给她吃坏猪肉她拒绝了 证明一脸懵逼 压着作者高级黑啊 然后猛兽因为细菌感而死了 这个和吃什么肉没什么关系吧 但她死闲 发誓会再尝一遍处女肉 哦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琳达要把它拼起来 再砍一遍了 好疙瘩 好的 这期就到这里 求过